台灣今天的數字是29911人 其中有49人離開我們了 大家好 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7月13號 也就是星期三 首先好A要講一下家鄉 台灣的狀況再講一下今天要說的話題 全球猴鬥病例暴增至9200例 台灣今天的數字是29911人 其中有49人離開我們了 目前在台灣總生病的人數是4162290人 是屬於一個生病的狀態 從2020年開始 大家熟悉的這個疫情累計 離開我們的人數是7829人離開我們了 目前生病的總人數接近台灣人口的17.34% 與7月12號的17.22%相比上升了0.12% 今天是我在北京這邊生活第50次做核酸檢測了 今天在房山的村裡做 不做的話明天就抄了 今天是3明天就抄了 所以如果我不做的話出行就不方便了 最近比較少引述大陸這邊的新聞 因為很多話題都涉及到新聞的資質 我最近已經好幾部作品被限制了 今天要想跟大家說的這個話題 來自台灣的新聞 關於全球猴鬥病例暴增至9200例 世界衛生組織下週決定是否發布最高警戒 這篇 這篇 這篇內容來自台灣的上報 於今日的上午10點30分的文字內容 關於猴鬥疫情範圍持續擴大 隨著全球通報的確診病例 攀升是2900例 世界衛生組織在12號的時候表示 昨天 將於下週召開第二場緊急會議 調定猴鬥病毒是否構成全球健康的威脅 目前全球有63個國家已經通報了 大約9200起的猴鬥病例 但在7月4號之前 這個數字僅多於6000例左右而已 短時間之內大幅的增加 8天的時間增加了3200多例 今年通報因為猴鬥導致離開的人數有3例 在台灣則是在6月24號發現了第一例 在7月12號發現了第二例 這些內容我之前的Vlog生活當中 我都提到過了 這兩例都是外來的病例 並不是在台灣本土的 最後好A這邊再跟大家淺淺聊一下 也是今天的內容 也是今天的新聞 目前的疫情比較流行的是BA2 在台灣現在不是400多萬了對吧 這幾個月當中 BA4以及BA5又在歐洲以及美洲發生了 從5月初 印度發生了BA2.75 這個超級版本 大家給他一個綽號叫做半人馬座 有歐洲的專家說了 這個BA2.75可能會導致之前接種疫苗的保護力降低 現在有很多海外的醫學都在關注這個超級強的BA2.75 今天講述關於疫情的大大小小事情 在大陸這邊生活應該是比較不用過於擔心的 因為目前在大陸這邊戴口罩也將近戴了快3年了 還是持續的戴著 那該三天一檢測呢 還是三天一檢測 不過多關心疫情的內容以及發展 自身多運動 我們多到戶外的去走一走 舒緩一下自己緊張的神經對我們來說都是比較好的 那這期關於目前疫情的一些相關內容 好A就簡單的錄製到這邊 你如果覺得這期內容還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如果你覺得還想看到我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序祝福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明天見拜拜